无论从个人影响力还是参演作品的影视热度来看 肖战一直都是一期绝成的存在 但波剧与古瑶虽然一直没有正式听荡的消息传出 却经常性冲上这艘怒刷存在感 另一部在拍剧《焦阳棒果》自从传出即将杀青的消息后 就凭借花式路透照轮番出圈 虽说《焦阳棒果》这部作品自从低调开剧以来 几乎没有什么官方互料流出 但在作品正式杀青之际 视频顾料和杀青剧照一同释出 让观众看到演员拍摄经历的同时 也被杰色身上独有的人设魅力所吸引 随着焦阳棒我全阵容杀青剧照流出 我们也看到了格外华丽的主角配角阵容 肖战饰演的男主圣阳是一位新人设计师 他身上既有属于少年的稚嫩也有男性独特的魅力 从杀青物料以及剧照中来看 显然是一位拥有至于稀笑容的年夏小奶狗 戴着白色的毛线帽笑容参演 像极了刚刚进入职场的大学生 因为主CP感情线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姐弟恋 再加上男主人这本就不是成文内脸的大哥哥 所以肖战塑造的圣阳一角人无其名 一眼看去像极了散发着阳光继致的小太阳 杀青特辑中肖战饰演的圣阳抱着白百合饰演的简逼 远的转了两个大圈 完全就是男友力爆棚的年夏小奶狗 白百合在焦阳棒我中饰演女主简逼一角 相比圣阳而言他成熟理性 专业能力过硬是让人为之沉迷的知性恋人线 杀青照中的白百合穿着简单的灰色羽绒度保暖性极佳 戴着的黑色毛线帽也很有设计感 有理由让人怀疑两位主演是不是商量好的 在杀青的这一片里带了类似情侣款的毛线帽 白百合虽然在人气上稍逊肖战一筹 但他的作品实际很是能打出演过多部口碑作品 而且白百合自身状态也很不错 似乎设计很有参考意义 看到他在杀青特技中的服装造型后 已经开始期待简兵地角 娇阳帮我的制作班底和演员阵游都极为豪华 除了肖战和白百合两位主演外 其余配角也都是演技在线的实力派 田宇饰演男二学一名地角 是女主简兵的前夫 田宇从外形上来说虽然不是偶像派 也是演技不俗的书圈男神 他和肖战在庆云年中就有过合作 此次自信剧中饰演情敌 还是蛮让人惊喜呢 猪猪在娇阳帮我中饰演梁山山一角 杀青照中的造型虽然朴素 却散发着属于大美人的妩媚气质 朱朱也出演过肖战主演的剧版斗罗大陆的比比东一角 不知道两人在这部剧中又有怎样的碰重 王林在娇阳帮我中饰演的罗美娇一角是顺羊的母亲 从剧照来看 状态简直不要太养眼 大部分人对于王林的印象 还停留在情深深隐门门时期的雪姨身上 其实这些年以来他也参演了不少作品 属于有颜知又有演技的实力女神 还是蛮期待他和肖镇的母子戏分的 补冠金在佳阳帮我中饰演的剪双一角是剪丁的妹妹 从身份上来说比较讨喜 但剧照里的补冠金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中他的样子 美则美矣却没有最初入圈时候的辨识度 不过小姐姐的演技还不错 希望播出之后能让大家眼前一亮 娇阳帮我杀金照曝光 肖战相机男大学生配角都是实力戏骨